听说有一幅宋代画作的海内孤品就藏在天津博物馆 这是一幅三拼捐本莫比画作 白雪矮矮中雪风平丽 山路水济边密林丛丛 深谷寒林间萧似隐映 风鸾沟壑间云气万千 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秦鲁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 这幅画里还藏了个彩蛋 就在前景的树林里隐约可见作家的落款 你能找到它吗 第二件镇馆之宝西周泰宝顶 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凉山漆器 堪称国之瑰宝 这是一口四足方顶 口上柱双耳 耳上浮雕双寿 腹内壁有大宝柱三字 柱族上的飞棱和柱族中部装饰的圆盘 在商周青铜器中独一无二 非常奇异 作为清朝的宫廷御用词 发廊彩词是极其名贵的品种 这只乾隆款发廊彩 少要制基图御户春平 是乾隆皇帝亲自甄选留下的举世孤品 平胎质细腻洁白 胎体轻薄 右面银润如玉上用发廊彩绘画 小小瓶身上集合了书书画的精髓 除了这三件镇馆之宝之外 天津博物馆的精品文物琳琅满目 精品分成 要是奇珍展厅中文物仅百余见 却几乎全部为一二级文物 其中一级品更是占了绝大多数 随带白柚龙饼莲附传评 五大名谣之首的汝瑶天青右盘 金丝铁线纹路清晰的歌谣青右盘 会有十二月代表花卉的五彩十二月花神碑 郑板桥的墨族徒轴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另一个场摄展聚赏甄域展厅 汇集了迷人老祖宗的极致审美 西石器时代玉器就地取材 文士神秘抽象 商代玉器彰显王权 周代以玉从礼 汉玉体现人们起伏长生的心愿 唐宋辽金注入多元文化元素 明清宫廷玉器代表了封建社会 玉文化的最高成就 鬼附神宫般的雕琢工艺 让人字字称奇 天经人文的由来 揭示了古代天经从不毛之地 到运河城市的曲折过程 中华百年看天经展示了现代天经 自鸦片战争后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百年间的风雨历程 在屈辱中奋起抗争 一代又一代的人人志士 在金箍大地上进行的坚固卓绝的探索 和不屈不挠的奋斗 祠都芳华明清锦德镇瓷器展 将从八方来 契承天下走 锦德镇瓷器一支独秀 精美成绪 魅力凝脂展示了德化白瓷精品 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白德化白瓷展 双臂辉映 临时展厅 飘香琳琅展示了浩如烟海 博大精深的古迹精品 我尤其喜欢这个展厅的布展陈列 风尘在书架上的文字 以各种形式活跃在我们眼前 还可以把这支印下印章的书签 带走作为珍藏 摩索展全面真实深入地 展示摩索人的传统文化 家庭婚姻生活方式 唤起了那年夏天 我在卢姑湖的美好回忆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建而丰富 我是小雪 我想要更多的人和我一起 看见历史